好各位同学大家好 那这个部分呢 是关于卡方分布 这个部分做的重新录影 那在这个题目呢 我们是看到我想要问同学的是 当我们用用我们找 我们从一个自由度是5的卡方分布 然后从0点起 累积几率0.1的量数是什么 那我稍微要稍微说明一下 在一开始出题目的时候呢 描述上有点不清楚 因为卡方分布严格来说没有负无限大 因为他都是从0开始累积的 所以是在这里我要请同学注意 这题目要稍微改一下意思 好那我们为了能够了解这样的 其实大家可以先看一下 卡方分布的参数 似乎跟t分 刚刚前面介绍的t分布 似乎是一样的 似乎是蠻 似乎是都是有都是一样 都是有一个自由度 跟有一个控制分布偏态的浪的浪的 好那我们可以切换到 Sincerely的解说网页来看一下 那我在这边呢 已经把是在录影前先把Sincerely这边就设定为 跟我们的作业的设定样也是自由度为5 那各位可以注意到从这个公式 我们虽然不必去详细去了解他的公式样子 各位可以看到他的他的这个公式是一个z分数的平方 那这也是为什么叫做k square 或是卡方的由来 就是因为他其实这个分布的量数都是一些平方的值所构成的 然后他跟t分布一样也是你只要自由度改改变 那那么整体的几率密度函数以及累积几率函数都会变 所以各位可以想可以其实也如也可以想到 如果当今天自由度改变的同一个量数 我们能够得到的累积几率几率呢是完全不不一样的 好所以我们可以回到我们的题目呢就可以知道 在这边累积到0.1的时候大约是1.661 我在之后谈到 谈到统计分析特别是一些检定的方法时候 各位都会看都会碰到的题 碰到的一些范例题得到的卡方分布都会非常的大 而且都只要是看从正无限大的地方所累积过来的几率 那这里呢就请各位同学也就先好好的先认识一下 同时也先给各位同学 因为刚刚看稍微看了一下卡方分布的公式 所以各位各位可以先记得 只要是符合平方定义的变异量量数呢 他都是可以是就是可以适用那个 或者是会是可以用逼近卡方分布的几率分布呢 我们来我们来来去运用这些统计方方法 好那这是关于卡方分布的一些示范跟解说 我们来看看这个统计方法 我们来看看这个统计方法 我们来看看这个统计方法